这一日明河之际的禁止中 此刻充满了一片黄茫茫的雾气 其中还混杂着不少黑色的水光 两者混在一起 如同海涛一般的翻卷 充满了整个的禁止 黄雾黑光之中 隐隐传出低沉灰色的热雨声音 不断地由一股股巨大法力波动传递出来 黑色的禁止也泛起了一阵阵的波动 这一日黄色雾气之中 一声长啸冲天而起 所有的雾气水光常经吸水一般的 朝着一处涌去 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雾气脸去后 一个青袍人影盘膝坐在地上 周围悬浮着十二颗土黄色圆珠 隐隐组成了一套奇妙的阵势 缓缓流转 这个青袍人影自然便是流明了 在这十年的时间内 它日夜兼程的不断凝练 终于炼制了足够的重水 不仅将那颗半成品的山河珠 系列完成 还将剩余的十二颗山河珠 也全部系列成了真正的法宝 只见十二颗山河珠的表面 隐隐的有土黄色的薄雾萦绕 透过薄雾 隐隐能够看到每一颗珠子当中 都有一片栩栩如生的山川河流景致 山月蒸容 川流不息 灵性十足 如果细看的话 却会发现 原本那颗半成品山河珠中的河流 不如其余十一颗中那么粘稠浑厚 这恐怕便是其中 并非全是明河之水的缘故了吧 不过它目前可没有那个本事 将已经融入其中的普通重水 玻璃出来 柳明灵手掐绝 张口喷出了一股黄色光霞 十二颗山河珠光芒一闪地 挂作了一流黄光 被霞光一卷地收进了体内 恭喜主人 终于练成了山河珠法宝 柳明身后不远处 菲尔和希尔连忙功声说道 二者在这十年之中不断地苦修 法力都已经精进了不少 希尔额头上的金罐印记更加显眼 恍如一团金色火焰 菲尔身体看起来比之前长大了几分 柳明对着两通灵虫点了眼头 他此刻的脸色看起来也异常苍白 如此日夜兼诚的祭练法宝 对法力和精神力也是一种考验 好在这十二枚山河珠总算是祭练成功了 以明河种水祭练完成的山河珠 更胜于他的期待 这还得多亏了那位不知名的古修士前辈 不仅准备了如此多世间难寻的珍稀材料 还将这十二枚宝珠都系练成了法宝培胎 而此地精纯无比的烟气环境 加上充沛的明河种水 使得此株灵才熔炼平衡的过程极为顺利 几乎没有遇到什么瓶颈便水到渠成了 他虽然还没有测试过它们 当初那颗半成品法宝都能够如此厉害 这十二颗成品的话 威力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据其推测 若是将之组成成山河大阵 恐怕就是面对天性境的大能 也能不枉多让地正面抗衡了 唯一有些遗憾的是 驱动这些山河珠消耗的法力实在太过巨大 以它远超一般珍丹修士的法力 也只能勉强催动十二颗山河珠法宝片刻而已 至于布置山河大阵 却是稀有余而力不足 柳明翻手取出了一颗金锁圆丹符下 闭目打坐起来 希尔和菲尔见此行形 则乖乖地退到了一旁 继续修炼起来 三天三夜之后 柳明才再次地睁开了眼睛 此刻他的神情看起来还是有些疲惫 不过一想到收进体内的十二颗山河珠 眼中不由地露出浓浓的喜色 他站了起来 活动了一下身体 发出了一连串的骨骼的爆鸣声 在这十年之中 柳明的法力倒是没有进步多少 倒是一直秦家修炼的鸣骨诀 却是一路顺畅地修炼到了第九层 由于其本就是距离 凝结真丹一线之隔的甲丹起 故而是相对于画经后期的鸣骨诀第九层 对其体内的法力几乎没有什么增益 但他却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肉身力量比以前更加强横了 要知道他原先肉身强度就远超铜节修士 如今一口气将鸣骨诀修炼到第九层 肉身强横程度 就连自己都有些不太清楚了 他唯一知道的是 其现在施展出的龙虎鸣鱼功 其中郁寒的距离 恐怕就连一座山峰也能够轻易地一推而倒 至于一般的灵气 更是无法伤及其分好 此外 由于常年通过引入周围的明河止水吸体 他发现自己的骨骼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如今蒙上了一层淡金色的光泽 这一改变 不仅让其对着河底阴气浓郁环境彻底的适应了下来 且肉身自行吸纳阴气 转化为法力的速度也是倍增 如今其即便是不运转法力 也能在体表散发出的淡淡严寒气息 倒是和寻常的幽祖越来越相像了 看见柳明站了起来 不远处的菲尔停下了修炼 身形一晃地化作了一道绿光 凑到了柳明的身旁 主人 柳明转手看着菲尔 眼中闪过了一丝柔和的笑意 伸手拍了拍 其有些圆鼓鼓的脑袋 怎么了 在这个河底修炼 实在是太沉闷了 主人你如今已经修炼成 十二枚山河珠法宝 实力大增 我们应该可以离开柳立了吧 菲尔嘟纳着小嘴 有些期待地看向柳明 柳明温言 眉头微微一皱 自从来到了九幽明界 菲尔不知为何 性情变得有些躁动 在这十年里呆在明河之底 这里狂暴的阴气 更是经常挑动他的情绪 菲尔已经不止一次 向柳明提出要离开此地了 菲尔 如果你觉得修炼累了 就进入养魂袋 睡上一阵吧 柳明想了想后 如此地回道 他现在刚刚将山河珠记练完毕 明古诀 也只堪堪修炼到第九层 若是能将这第十层 三五通透 说不定便能够 直接凝脸真丹 此刻自然还不是 离开这里的时候 好吧 菲尔嘟着嘴 身形一动 化作一股黑气 蹲入了柳明腰间的 眼魂带中 柳明摇摇头 目光落在外面的 黑色漩涡镜之上 眼中露出了 沉吟之色 菲尔刚刚说的 一点也没有错 他已经积练成了 十二颗山河珠 的确可以尝试一下 其微能 看能否破开这个禁止 而此地的禁止 他在这些年的修炼中 自然曾经不止一次的 尝试破除过 大出乎预料的是 四周看似普通的禁止 竟然厉害一场 他数次手段禁出 竟然也根本无法 撼动分好 所以他在这里一流就是二十年 一方面的确是为了一口气 将十二枚山河珠 全部剧烈完成 一方面也是有些 被迫无奈的 想到这里 柳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两手一张 一阵刺目的黄芒闪过 三颗山河珠浮现而出 山河珠这件成套法宝 并非要十二颗集齐 才能组成一起使用 两颗三颗四颗 都有不同的组合变化 颇为神奇 这也是这套山河珠 法宝的玄妙之处 以柳明现在的法力 可以较为娴熟地 操控六颗山河珠 不过要破解眼前的 黑色禁止 三颗山河珠 应该便已经足够了 三颗山河珠表面 黄气萦绕 在他的身前悬浮 沉浮不定 柳明此刻 却是闭起了双目 似乎在感应着什么 片刻之后 他豁然地睁开了眼睛 去 他一声低喝 挥手打出了一道法绝 身前的三颗山河珠 变换位置 成了一串直线 往前方某个 二十余丈大小的 黑色漩涡方向 击射而出 搜得一声 第一颗山河珠 撞在了黑色漩涡上 山河珠法宝 也没有发出 多少曝光一芒 只是上面 泛起了一团 土黄色的凌云 隐隐能够看到 其中山川大河的图像 没有惊天巨像的意象 原本柳明 几乎无计可施的 黑色漩涡 猛然剧烈颤动起来 不过瞬间 便恢复了瓶颈 不过就在此刻 半空中传来 搜得破空声 第二颗山河珠 也撞了上来 黑色漩涡猛的一抖 旋转速度 骤然间大增 看起来有些 不稳的迹象 没等其恢复 第三颗山河珠 已经汹涌而至 轰的一声 一声撕裂般的声音传出 黑色漩涡疯狂旋转起来 猪击中处 破开了一个 水缸般大小的缺口 看到眼前的效果 柳明满意地点了点头 继练完成山河珠 他才就明白 山河珠法宝正如其名 众如山月 绵若江河 便是不激发瓷宝的 其他玄妙手段 直接寄起瓷宝杂人 威力也绝不是一般的修饰 能够正面抵挡的 随着秋口的出现 大量的明河之水 从黑色浸至上 破开的大洞处 花花的蜂拥而入 眼看被药四散飞溅 柳明灰手打出一道法掘 绝入附近的三颗山河珠 分别卷起一道黑色霞光 飞快的一个交融之下 化作了一条黑色大河虚影 卷出了狂涌而入的明河之水 便在此刻 被山河珠击泼的浸至缺口 突然散发出了一阵黑色的油光 朝着破裂之处涌了过来 漩涡浸至上碎裂的缺口 飞快地自动复原起来 数个呼吸之间便恢复了圆阳 破裂到了如此程度 竟然还能够自动复原 不知这处浸至的人 阵法修为绝对已经登峰造极了 柳明灰手 收起了三颗山河珠 目光落在了这黑色漩涡浸至上 喃喃自语道 他身向一动飞到了浸至之前 将手按在了浸至之上 一缕神石蔓延了过去 渗透进入浸至当中 嗡的一声 浸至光幕上突然爆发出了一团 漆黑如墨的水光 倒卷而回 撞在了柳明的身上 一股阴寒肆虐的距离袭来 柳明整个人如遭受重击一般 身体重重地倒飞出去 砸在了地面上 一声巨响 生生在地上砸出了一个 仗许大的深坑 主人 谢尔早在柳明演练山河珠法宝的时候 已经醒了过来 见到眼前此景大吃一惊 急忙地飞了过来 翘脸上露出了焦急的神色 深坑之中 柳明的衣服上灰蒙蒙的有些肮脏 身体上却是毫发无损的样子 不过此刻 他的样子有些奇怪 神色有些发症出神 谢尔看到柳明这般神情 不由地停在了那里 不敢出声打扰 柳明就这么站了一刻钟 呼得仰头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如此 我明白了 他大笑几声 盘膝就这么在深坑之中坐了下来 原来呀 他本就距离真丹一步之遥 修炼的又是两门极为玄妙的轨道功法 如今在这远比九幽明界 还有浓郁数倍 连普通幽族都无法久留的明河之底 漩涡进之中 一待就是十年 早已使得自己体内领海处于一个微妙状态 此时的柳明 恐怕比一般的幽族之人还要更像幽族 而就在刚刚受到黑色漩涡禁止之力反弹的那一瞬间 体内领海上方的甲丹中 自发地掀起了一股抵御之力 竟然隐隐地触动了什么 使得他顿时有一种毛色顿开之感 让其感觉似乎可以随时凝结真丹了 没错 就是这种感觉 这一丝结丹起击 可遇而不可求 他必须立刻抓住 法力猛然往神尸海中的昏天碑灌注而入 囚龙灰色空间之中 人影一闪 柳明出现在那里 罗侯前辈 在下已经寻觅到了那一次突破真丹的企迹 恳请前辈现身相见 他目光环视四周 朗声说道 囚龙空间现在已经有了树立大小 声音远远的传播回弹开来 在这二十年中 柳明也曾经数次呼唤罗侯 可是都没有丝毫的反应 但这一次 他话音刚录 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之下 出现在了柳明的身前 罗侯前辈 柳明脸色一喜 拱手兴了一礼 来人正是罗侯 罗侯的目光上下打亮柳明几眼 微微点了眼头 说道 还不错 在我沉睡的这段时间里 你的修为进步得很快 罗侯前辈之前一息话 晚辈可是时刻铭记在心的 不敢不拼命苦修啊 柳明苦笑着说道 罗侯黑黑一笑 没有说话 当初前辈答应 到时会使用囚龙之力 助晚辈进阶真丹 晚辈如今已经做好了准备 柳明说道 哼 我既然答应了你 自然会做到 不过这等机会只有一次 你当真已经做好准备了 罗侯淡淡地说道 在下在这几十年间 也为了凝结真丹 收集了不少手段 把握还是有不少的 柳明斩钉截铁地说道 那好 你先去做一下准备 我这里可以随时 催动囚龙之力来帮助你 罗侯闻言点了眼头地说道 多谢前辈 柳明对着罗侯 又拱手行了一礼 身形一闪 便离开了囚龙空间 神坑之中 柳明豁然睁开了眼睛 身形一动飞了出来 落在了一处平坦的空地之上 谢儿 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要开始尝试凝聚真丹了 这是普渡大镇的镇旗镇盘 你帮我不置在周围 随后为我护法 不要让任何东西打扰到我 柳明一边说着 翻手取出了一叠黄色镇旗和镇盘 交给一旁的希儿 主人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任何人打扰到你的 希儿伸手 结果震气震盘 连连点头 随后身形一晃的 出现在了不远处 开始布置起来 柳明将目光从希儿身上收了回来 神色变得严肃起来 这次的结单起机 来得有些突然 但却也在自己的预料当中 毕竟自己修炼的是轨道功法 而九幽冥界相较于恶轨道而言 更适合凝结真丹 甚至可以说 九幽冥界也是恶轨道功法的发源地之一 感谢收听 摩天记